法西在地新聞繼續來講 高雄六股的蓮霧 現在長在大村 蓮霧榮是正擔心 中國禁止到臺灣的蓮霧 正口會影響到銷量 不過有很多可愛的鄉親 要聽高榮來讀藍館 全人到六股來買蓮霧 這個人一倍一倍一直一賣 讓高榮感受到臺灣人的熱情和善良 真感動 特別為台南塞車來買 就是聽到中國禁止臺灣的蓮霧 進口隨著來六股 要停車的桂基隆 這品種是叫蜜蜂林 我們主要近年來都是推廣大陸外銷 六股出產的蜜蜂林 蓮霧 青梯 狗接 這些都是燒到中國 現在不能燒到中國了 企劃頂要很多準備拆收的 高榮願望 政府到三天不能夠産獄到鄉 我都推廣榮林消耗了 對 給消耗 我都全部都外銷 高榮 望露 或是白露 筆帶風雪 來消化這些農產品 來 你要紙箱 田中有賣幾百代金出去 民眾知道 既然的消息之後 親身來樂股消費 熱情到善良 讓農友很感動 都非常的踴躍 而且來到這邊都告訴我們說 我們一定要互相修聽 我們六歸農會有一個購物的平台 也非常的一個方便 那再結合電商平台 高榮林消耗漸全台灣的百分之十字 市政府將透過的國大通路上電商平台 來強化來多少的通路 打扁要找中國以外的國際市場 嗯